謝國良去破人家門的時候 我們問他說你為什麼要破人家門 他是怎麼回應的 他看起來茫茫的開直播 然後隔天再開一個記者會回說 我真的沒有用藥 問題是我們是問你破門 問高雯安 高雯安從頭到尾沒有解釋過 這個不喝咖啡但是買咖啡機 又偷拿這個咖啡包的理由是什麼 不然你們現在去問傅崑奇 那個內線交易可不可以當立委 他一定轉頭就走不接受這問題 接下來柯文哲如果交保要不要解散民眾黨 因為柯文哲說 沒有位子可以死 民眾黨沒有他當主席會垮 然後另外他又說我們用現在的標準 交保就應該要辭職 那這樣子他辭民眾黨主席民眾黨解散 鄭文燦是不是一個該負責任的態度 是啊你要這樣子 你們今天要討論我的司法問題 避免影響大家不然我先辭職 捍衛我的清白 這樣子就結束了不然還要怎麼樣 不然現在是要研究鄭文燦幾根頭髮 鄭文燦口袋有多少錢嗎 派系的狀況我不太理解 他們到底是怎麼評論的 就是說邏輯上是這樣子 什麼叫做政治實力 就是選舉 那你賴清德選上總統之後 民進黨最有政治實力的人是誰 邏輯上是當過這個縣市首長的人 尤其是直轄市 因此你看林佳龍跟鄭文燦 我現在講派系 如果正常邏輯來講 林佳龍跟鄭文燦他放在哪 我賴清德是總統 林佳龍我放外交部 鄭文燦我放海基會 這表示什麼 一個對中一個對全世界 光這兩個就整個地球都搭 這樣還不夠重視 這兩個就除了台灣全世界都搭 這樣還不夠重視 不然怎麼叫做重視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鄭文燦面臨司法事件 我們過去在節目上評論各個不同政黨的人 不管是涉貪起訴交保等等的議題 我們評論的是什麼 是政治評論 什麼叫政治評論 你面對這個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謝國良去破人家門的時候 我們問他說你為什麼要破人家門 他是怎麼回應的 他看起來茫茫的開直播 然後隔天再開一個記者會回說 我真的沒有用藥 問題是我們是問你破門 問高安 高安從頭到尾沒有解釋過 這個不喝咖啡 但是買咖啡機 又偷拿這個咖啡包的理由是什麼 是態度問題嘛 鄭文燦面對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就辭職 為了避免國家 國政推進 我辭職 這樣子就好了 有些交保 有些不只是交保 起訴 甚至還有在省的 他們都在自己的位子上 什麼光電必案的議長 什麼這個涉嫌賈買賣偽造文書的顏寬衡 林之妙 講話不大家都還在位子上 好 昨天有講到都還沒有 對嘛 我們一樣標準 就是說兩個人忘記說不 黨衆的那個說你怎麼會打輸 你怎麼會打輸人 你怎麼會不去練練 在那裡刺 刺去快打完 假裝沒事的 我不知道那個都是司法迫害 這種的我們都讓他繼續在他的位子上生存 那這樣子的道德標準就有問題了啊 曾文燦是說我接受調查 他都還沒有認罪 對 其他的人是都還坐在位子上 剛剛還可以開開心心的 就交小朋友跳舞 還可以在新竹市政府辦的 去帶壞 跟孩子大小 我們做政治評論很好理解嘛 曾文燦是不是一個開負責任的態度 是啊 你要這樣子 你們今天要討論我的司法問題 避免影響大家 不然我先辭職 捍衛我的清白 啊這樣子就結束了 不然還要怎麼樣 對 不然現在是要研究曾文燦幾根頭髮 啊曾文燦口袋有多少錢嗎 因為像曾文燦辭了嘛 很多人也說 是不是雙標呢 有一些人也是 一定是雙標嘛 一定是雙標嘛 接下來柯文哲 柯文哲如果交保 要不要解散民眾黨 因為柯文哲說 沒有位子可以辭 民眾黨沒有他當主席會垮 然後另外他又說 我們用現在的標準 交保就應該要辭職 那這樣子他执民眾黨主席 民眾黨解散 大家標準一致 現在政壇上最大的問題 是我認為 有部分的政治人物 他們遇到自身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選擇閃躲 不講話 或者是雇左右人 沿他來捍衛自己的位置 不然你們現在去問傅崑奇 那個內線交易可不可以當立委 他一定轉頭就走 不接受這個問題 我自己在被遇到罷免案的時候 人家問我什麼 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 哇高中同學說我打 打籃球的時候會講垃圾話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高中時期到現在 太久了一點了 要討論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你要講給人家聽 這才是能夠讓人民信任的民意代表 被罷免 罷免就算了 差沒幾千票 比我爛得現在才會修罷免法 但是你看 我們面對其他政治人物 他常常給人家距離感很重嘛 逃避問題嘛 然後 霸佔在他的位 之前有一個人說什麼 家族有人受貪圈 就要跟他老公離婚 到現在還不是兩個人好好的 所以 這個就是 現在的這兩個問題是什麼 我最後總結 台灣人民 對這個所有職業的信任度 最低的是法院 第二低的是立法委員 你不信任法院 台灣人民不信任法院 但是要求法院判出來的死刑 一定要執行 台灣人民不信任立法委員 但是要求我們自我 那立法委員修的法 我們要遵守 這不是很自相矛盾嗎 那難道立法院司法院 你不用先以建立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為優先工作嗎 剛才律師有解釋過 所謂的法官 為什麼直接直指檢察官 叫摸索證據 那其實下一句叫做押人取貢 所以他不斷的抗告 希望把鄭文蔡押起來之後 他可以從鄭文蔡 跟其他人的口控的對比之下 然後再去所謂的 申請搜索票 再去申請 因為申請搜索票 是要相關的口控作為證據 才能去申請搜索票 然後再從所謂的搜索的證據裡面 看可不可以所謂的 打出所謂的案外案嗎 目前看起來 現在所有的證據顯示 是只有華雅克一案 但是國民黨已經在配合 尤其林濤 已經在配合連連看 有三大都在開始講了 開始編故事了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要編故事 大家都會編 如果以林濤乾媽乾姐 連連看的這種標準 這個我也會連 廖俊松 這一次會所謂的 再度偵辦的理由 是因為廖俊松的一個口控 裡面有講出 所謂的五百萬這件事 所以他才說 他要升押所謂的鄭文燦 如廖俊松這個人 是從什麼時候 然後就開始處理所謂的華雅克 從朱立倫時代就開始處理 2009年那時候誰做市長 是朱立倫做市長 如果以林濤的連連看標準 朱立倫出來講 到底跟你有沒有關係 所以林濤常常 他連連看都會連到自己人 不小心就會連到自己人 不是他沒有先問一下 老闆 沒有問一下 老闆這裡有沒有關係 不要忘記 華雅克的 還沒有當議員就對了 華雅克這個土地的 包含所謂的在朱立倫時期 是通過環評跟解編 所有的解編 它本來是山坡地 解編成是工業用地 都是朱立倫時期的 變成是所謂的這個工業地 可以去申請所謂設置工業區的園區 所以華雅克才去申請 所以這些包含前屆的思維 都是可不可能是 所謂連連看裡面連的一部分 另外我要講說 不要再談所謂的政治鬥爭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案子 為什麼檢察官說 你們的證據其實都已經查了七年 都已經很保全 無法串供跟所謂的 毀證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曾經四次偵辦 兩次偵檢 那四次偵辦跟兩次偵檢 是誰又重啟這一次的偵查的 是因為余秀端的檢察長 給了這個案子說 我再給你兩個檢察官 再去查 而余秀端是什麼時候去認 桃園地檢署檢察長的 是2022年 蔡英文時期任這個檢察長 難道是蔡英文要去查 鄭文燦嗎 不是嘛 蔡英文跟鄭文燦的關係那麼好 怎麼可能是蔡英文 去所謂實施所謂的總統的權力 去派任的這個檢察官去查 所以你覺得說不通啊 說不通 因為這個案子的重啟 是在蔡英文任內 而不是賴秀的任內 那有可能是賴秀德嗎 因為現在都說是賴派講究 我還講的是說尊重檢察官獨立犯案 國民黨常常用他們過去的邏輯 再套用在民進黨執政的邏輯 過去所謂的用司法 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就是馬王陣爭不是嘛 就是馬王陣爭啊 結果今天他們國民黨 用了他們那一套所謂公鬥系的邏輯 套用在民進黨身上 最後都會所謂打到自己人 看完